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打扮 还看不起我们 我都努力 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干 把台湾店 店里做得好给你看一看 父亲年纪很小就到哈尔滨去了 事实上是在哈尔滨那边念的高中跟大学 高中的时候是住在一个亲戚家里 到大学的时候就到学校去了 他认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对他来讲是 不但让他有很好的学问 事实上也对他的身体很有帮助 因为在家乡很穷 他吃的其实营养是不够的 那后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住校以后 他们有很好的饮食 父亲就从个子很小的他们叫他小孙子 这么一个年纪轻的少年人就长成一个很壮硕的 所以父亲一直很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学生很多 不过他却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学生 所以让老师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系院2000年的时候 他们创校80年的时候 给父亲颁发了一个 大概是第一个吧 结束校友 事实上父亲当年并不想要念工程 他是想要念文学 我记得他说过他非常崇拜老舍 可是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跟他说 要救国家还是做个工程师 所以父亲后来就听了爷爷的话 就选择去念电极工程 改变音乐 我记得是文字幕提供 并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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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赞